政府提出處理新界村屋遣建物三級制 沒有即時危險的遣建物 只要登記了之後可以暫緩清拆 在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民主黨李永達質疑 政府的方案是向村民下跪 有個香港委員就說 如果你不在這個政策上改變的話 他就要發動新界進行不合作的運動 要你再一次跪下 你已經跪下一次的局長我認為 你會不會覺得你再跪下一次 不過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就不認同 我就真的不接受 說我們這套方案是跪低 半季或者四分一跪都不是 是一套合法合成合理 也有相當大的決心才能夠做到 但當然這個工作是需要村民 和鄉議局和各個鄉市的領袖 是來合作 否則我們在執法上 將會遇到非常大的困難 林鄭月娥就認為現時難以定出確實 處理新界村屋潛建物的時間表 她表示政府考慮以免息貸款協助村民清拆 就是如果在清拆的時候需要財政的支援 我們是樂意貸款 事實上剛才大家看的三個個案 有一個是我們借了錢給他拆的 因為我們是有一個巡返貸款基金 是可以為有需要的業主 來以一個低息 或者如果是老人家沒有經濟能力 甚至一個免息的貸款是借給他的 她又表示 如果居民有需要重新安置 當局會要防委會協商 也會有社工跟進 香港呼民電視記者 韓振妍報導 早